圆明54岁的台北科技大学肖信讲师 两年多前她签下了复合窃结书 和余姓妻子假离婚 结果没多久之后 她又改娶了小她27岁的大陆女子 这个余姓妻子打官司 获判婚姻关系存在 后来这个新任的妻子也提告 同样获判婚姻关系也是有效的 结果形成了两段的婚姻 都是有效的罕见判决 不过我国采取的是一夫一妻制 所以新修正的民法就规定了 前段的婚姻是视同消灭的 原配必须要推浪 但是她是有权来分配丈夫的财产 台北科技大学肖信讲师 是刘美的机械硕士 却出现两个老婆打官司 抢丈夫的状况 原来余姓妻子提出诉讼 表示丈夫当初声称要改运 而且单身比较容易取得美国居留权 所以要求办假离婚 双方同意后 丈夫还签下切结书 定出两年后复合 这两年间随时可以同住 不料不到一个月 丈夫竟然另娶了许姓大陆女子 她整天小丈夫27岁 才比女儿大没几岁 让余姓妻子难以接受 因此提起诉讼 法官认为离婚时还另签 复合切结书 所以双方并非真心离婚 两个人的婚姻关系是有效的 但是丈夫无意回头 由后取的许姓妻子提告 主张丈夫当初拿单身诚实书 以及离婚户籍登记 让他相信已经离婚 所以也被认定善意无过失 后段婚姻也是有效的 因此罕见的出现 判决两段婚姻都有效的状况 不过这不代表 肖信奖师就可以享其人之福 因为我国才一夫一妻制 新修正的民法规定 如果后段婚姻也或判存在 前段婚姻就视同消灭 时间点从后婚姻成立之日开始 也就是后期才是合法配偶 原配必须退让 但是有权要求分配丈夫的财产 或精神未辅金 而肖信奖师对此不愿回应 于姓前妻的律师表示 签了保密协定 所以也不会对外发言 倒是肖信奖师的学生 在网路上议论纷纷 说52岁的老师娶一个 25岁的老婆 还把原配给修掉 又生了一个孩子 上过社会新闻版面 开玩笑的说要修他的课 总体新闻林世宏李小玲 Tabby报导 老师 老添 老师